去吧吃完饭咱就去行不行 不想去 为什么呀 我都习惯了 你算算咱俩是不是认识十多年了 光结婚都七年了大哥 能不能给我点新鲜感 行行 你帮我劝一下妈妈行不行 帮我劝了 去去去去去去 你说你都忙活一年了啊 让你做身体你不去 让你去做美容你不去 现在让你做头发你又不去 你到底想干啥 主要是我这个样子习惯了 一呢是怕花钱 二呢是怕万一做的不好看 那不就毁了吗 有些老粉朋友们应该知道 小兰这个造型啊 应该是三年都没换过了 今天想不想她换一下造型的 想的话记得跟我们留言 我跟你说 弄头发是可以 但是你要考虑到 如果弄得不好看 这个小兰就回不来了啊 没事到时候大不了剃平头 现在出发陪老婆去做头发 改变改变她 一会我去做头发 你俩去游乐场玩吗 对 那看好她啊 做头发的地方到了 就在家对面 真的要做 不然小兰就没有了吗 没事去吧 大家看越到年底啊 做头发的人越多 还跟小兰约了个VRP式 谢谢孟总 来老婆 先给你拍个照片记录一下 行 行行啊 期不期待妈妈一会大变样 期待 老公那你期不期待 我想换老婆已经很久了 打扭 你在这发什么呆呢 我看别人做头发 我也想到我自己一会做完会不会也变得很好看 变成什么样还不一定的 30年了从来没变过发型 头一回要做头发吧 还挺紧张的 那考不18岁的时候认识你就这样 现在30了 还是这样 新的一年咱就换个新的发型呗 行 听老公的 行吧 跟过去的不开心说拜拜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这位就是今天的发型设计师 稍微改变一下形象吧 老公看腻我了 大的感觉 一场大的感觉 大改变老公 怎么样的大改变 看你老婆的感觉 那可以 我一会回来会不会不认识你了 今天要给你老婆 给她稍微烫一下子 那种偏韩式气质一点 行 走吧 孟孙姐 我们去游乐场玩了 你在这吧 好吧 拜拜 朋友们 我现在要洗头了 得亏小孟离开了 你们知道吗 我在这发现好多帅哥 给你们看看 nice 头发洗完了 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剪发型 醒醒啊 你期不期待妈妈变成美女的样子 期待 那我们玩完了去找她好不好 好 现在呢 小兰的头发剪完了 看 稍微短了很多 而且还剪了两个刘海 看 这一地都是小兰曾经舍不得剪的头发 给我调了一碗这个 这个是干嘛的呀 就是现在要准备开始烫头发 朋友们看 小兰现在开始染头发了 这个烫起来蛮特别的 一会这些一条条一卷卷的东西啊 都会上我的头发 小兰现在头发开始垫上了 洪太老师 我啥时候能回家呀 大概还得两小时吧 还两小时啊 对 现在是晚上的9点35分 大家看 外面天都黑了 小兰是下午4点钟到那的 到现在已经过去6个半小时了 还没回来呢 作为一个男的 我真的没想到原来女人做头发 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6个小时 在那做的屁股都疼啊 刚刚的垫完头发了 现在小师傅帮我再上药水 咱这个也要多长时间 大概十多分钟左右 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现在再拆头发 一会洗头给你们看看样子 看 我把店里人都熬走了 我还在继续做头发呢 爸爸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我都马上又不睡觉了 谁知道呢 她可能换头去了吧 行行 我们等不到妈妈了 我们先睡觉吧 好不好 好 这个女人烫头发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得需要七八个小时 有懂的朋友啊 记得给我留言 给我解答一下 小兰现在这个情况呢 是湿着头发的效果哈 还没吹干 因为呢我们得接着染发 染发还没吃呢 找点东西垫垫肚子 洪台老师 要给我染什么颜色 你染一个茶棕色 染发刚弄上了 接下来我们就等它上色 上完色我们就洗 洗完之后就能看见 整体的效果啦 现在在洗头了 我明显感觉到 我的头发没那么黑了 好期待 真的好期待 一会我们就吹干 教我平时怎么打理 头发弄完了 大家觉得小兰这发型怎么样呢 谢谢洪台老师 这么晚还给我弄头发 辛苦你了啊 不客气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我走了 拜拜 我现在在电梯里 马上就要到家了 不知道小朋友 看到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谁啊 谁 谁 啊 老婆 回来了 弄完了 哎呦我的妈 怎么我这刚才 皇室外的吓得一跳 你干啥两年了 怎么不给我开门啊 这就是你弄了 十个小时的发型啊 怎么 还行吧 朋友们 我怎么感觉这个发型倒是挺好看 就是这个脸吧 嗯 我跟你说 应该是我衣服有问题 然后再加上我得减肥 才能更好看 谢谢 这好啊 我拍一下这个样啊 有点弄的像那种 大妈风格一样 你知道吗 这就是 这就是做了十个小时 啊 出来的成品啊 我换一套衣服 应该好看多 你等我一下 嗯 老婆怎么样 换了身衣服 哎 换上这个衣服 这个发型 立马气质就出来了 是啊 明天带我去买衣服呗 行 怎么样 今天换了这个发型 开心吧 开心 要是明天把衣服就更开心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们睡觉去了 好了 拜拜了 看看这个人 这个几点了不睡觉 还自拍呢 你干啥呀 别自恋了 睡觉吧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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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